屬羊 接著屬羊就衝太歲 衝動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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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變化 容易感情變化 住屋變化 事業變化 感情變化容易一段感情 一段感情結婚分手就叫做變化 打算今年結婚來說正常 或者大陀有寶寶都是正常的 如果單身的就容易衝一段感情 反而好 唯一不好就是如果你本身有穩定感情 又沒想著今年結婚 就小心容易有危機 要平穩過渡今年 所以今年桃花是排第十一 排第十一的意思 不是特別壞 是不穩定的 是吉桃空是比較極端的 但是財運又不錯 因為充貸稅不是行衰運 所以財運使你排第二 但是又不要上排第二 因為屬羊的 你今年運氣比較極端的 如果你生在三月六之後八月八之前 充貸稅變好 有新機會放膽嘗試 相反 如果你生在八月八之後三月六之前 有機會千萬不要忍外過 今年去到2022才可以有一個小的轉變 所以今年來說 可以不變就不變 如果不能選擇 就是惡國你走的 你要心理準備 今年變得一般的 所以春夏天人變好 秋冬天人變壞 吉星方面有地解 逢空化吉能發空星之力 空星有大號 因為每年充貸稅 大號星都會跟著 所以充貸稅的年 特別容易搬屋 結婚或者買屋 都會用一筆錢 所以大號大破財 就容易搬屋 大破財不一定白白破財 可能正常用一筆錢都叫做大破財 所以今年有正常的洗錢 就借今年充貸稅自己去花費 除了大號之外 就沒什麼特別的碎破 碎破就是犯太歲的意思 犯太歲、充貸稅來說 都要留意 都是容易手腳損傷 農曆六月和十二月 都要留意損傷 還有牛龍、羊狗 這四個生肖 今年腸位都比較差 都要留意 接著屬猴 屬猴 桃花就排第二 因為今年來講 天起桃花 天起除了紅聯之外 就排第二 天起都是淨桃花 淨桃花的意思 都是有分隔的機會 或者單身 如意認識一段 能夠發展下去的感情 所以今年來講 在感情方面 都是不錯的 所以感情就排第二 除了屬虎之外 就排第二 財運或者做事方面 就排第六 為什麼排第六這麼慘 因為牛龍、羊狗 排一、二、三、四 屬虎就排第五 你就排第六 雖然排第六 整體來說 今年財運都是不錯的 因為除了你桃花的年還 就有幾個貴人星 有龍、德、梁、梅、梅和貴人 龍、德、梅 梅、梅 有力的貴人星 有桃花有力的貴人星 又加上桃花排第二 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空星有什麼 空星有什麼 空星有紅艷 紅艷就是感情 οι生 煩惱 所以感情方面 不要搞搞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單身 你不要管紅艷 天起也好 正桃花也好,偏桃花也好,有桃花也好比沒有桃花 還有亡神亡神都不失物,容易不見銀包、鑰匙、手提電話、私人物件特別要留意 天官符普通的是非聲,又不用點理 當然運氣方面,如果浪費8月8日3月6日之前,因為運氣始終一般 所以即使今年有這麼多吉星都比別人慢 但因為有貴人輔助,怎能看高一線一定比平時好一點 現在浪費3月6日8月8日之前,不用問了 又加上自己走緊運,又加上有貴人聲,又有桃花聲 一定是勢如破竹,樣樣都順利 希望社會經濟都慢慢轉好 因為我們始終一命二運三風水 即使自己走運到,都很容易受制這個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正正常常,不用說特別好 你來說,2021年都是比較順利的生肖 然後輪到熟雞,熟雞今年其實都是不錯的 因為今年牛年和雞相合,太雪相合人緣比較好 是非比較少,雖然說運氣排第九 因為其他人比你好,不是運氣特別差的 桃花方面就排第五 所以除了桃花生肖之外,輪到你其實都是不錯的 桃花都有用的,桃花人緣好,人緣好自然順利一點點 所以即使你排第九到,原來還有一大堆吉星 所以我衡量過之後,可能其他人的八覺生肖比你好 所以排第九 你聽一聽,其實都是不錯的 因為吉星有八座,將星天解解神和今季八座地位提升 有進步,將星有權力提升 今季容易權力地位提升 上班一族比較容易有升職機會 天解解神,逢空化吉,壓制空星的力 今季財白有利 今季都是錢的,加慢,所以今年賺到一群人的罪賭才收得賣的錢 空星有什麼有浮沉和血印 浮沉浮沉沉,減慢了進步,血印手腳容易受損傷 但今年熟雞的,你不是太損傷,什麼都不是,不是特別損傷 即使損傷都可能逛街撞到腳,或者切到手指,小小的損傷 如果生在三月六,八月八之前,因為春夏天出生的 平命熱命人的運氣,今年最後一年,依然是體高一線 可能是收成,進步得特別快的時候 即使你生在八月八,三月六之前,因為始終今年 整體來說運氣都是不錯的,所以雖然排第九到,都有機會都是不錯的 因為2020年,桃花年,2021,泰術雙合年,都不是差得很緊要 所以即使你是寒命人,都可能比其他生肖好一點